这次我们的肖恩依然是个天才,不过不是医生,而是工程师。 还没大学毕业,就接到无数巨头公司的邀请, 不过不管对方开出的条件多没有人,他都一一拒绝, 而此时他恰好收到一条短信,上面写着, 这可能是你唯一的机会。 出于好奇,肖恩还是来到了约定地点, 而在等待他的正是老卧。 他是一家打捞公司的老板, 一年前他和自己的团队在西班牙海域找到一批海盗的宝藏, 其中有三枚金币,传说金币上记录着无价值宝的坐标, 但还没等他开始研究,就被西班牙海关包围, 以国家的名义将宝藏没收, 而这三枚金币,现在就放在这间银行的金库之中。 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银行之一, 他的地下金库更是被称为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, 而且经过多年的改造发展, 现在的银行,每个角落都会被监控覆盖, 军队就驻扎在距离银行300米的地方, 一切被视为闯入的行为,都会引来杀身之祸, 而老沃正在招募团队,准备以身视线, 他需要利用肖恩的天才头脑破解地下金库的秘密, 老沃直接给了肖恩一张飞往马德里的机票, 然后转身离去, 他有十足的把握肖恩会加入他的团队, 因为作为天才, 只有完成在凡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, 才能得到满足。 肖恩果然经不住诱惑来到马德里, 此时老沃已经组建了一支精英团队, 顶尖黑客小胖, 负责侵入银行的保安系统, 采购员光头, 他能搞到行动需要的所有设备, 还有前特种部队成员老瞻和美女神偷翠花。 加上肖恩最强大脑的到来, 他们开始制定行动计划, 行动日期定为世界杯决赛日, 因为当天银行周边的所有监控, 都会对准广场上看球的球迷, 这会给他们创造得天赌厚的条件。 这群惊天大盗正在密谋闯入世界上最安全的银行, 想要打开保险库的大门, 必须拥有安全主管的指纹和两把钥匙, 他们先让肖恩装扮成清洁工进入会议室, 利用扫描仪获取金库的构造, 然后翠花登场, 他化身成为名画鉴定师进入银行, 先是巧妙地利用握手的机会, 用咖啡杯获得旁边安全主管的指纹, 然后来到行长办公室快速地扫描画作, 这么做只是让小胖录下他的动作, 然后侵入监控, 慢镜头回放, 这样他就有两分钟的时间, 搞定之后他直接打开办公室的保险箱, 拿出钥匙进行扫描, 回去就可以进行3D打印, 但是行长却突然闯进办公室, 翠花只能和他聊起了天, 如果两分钟时间过去, 行长就会突然出现在银行的监控中, 他们的行动立马就会露馅, 翠花拿出手机让行长帮忙拍照, 在他的指挥下, 行长一步步后退, 终于在最后一秒退出了监控的范畴, 而此时正在会议室扫描的肖恩也遇上了麻烦, 先是一群人进来开会, 他只能躲到桌子底下, 眼看就要扫描完成了, 扫描仪却出了故障, 他只能加大动力, 但却触发了警报, 银行直接进入戒备状态, 而翠花手里的钥匙还没有放回保险柜, 只能拿着钥匙寻找机会, 他在下楼梯的时候把钥匙扔给了肖恩, 肖恩迅速进入办公室, 把钥匙放了回去, 但自己也被发现, 肖恩憨厚的外表和流利的西班牙语救了他一命, 他们也终于完成了计划的第一步, 众人开始分析银行的金库构造, 但有一部分是模糊的, 根本看不清楚, 肖恩很快发现, 看不清的部分应该是个巨大的水箱, 只要有人非法闯入金库, 就会开闸放水, 几分钟内将金库淹没, 但触发机制又是什么呢? 这座金库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, 那时根本没有先进的感应装置, 答案只有一个, 重量, 原来整座金库是一个巨大的天平, 只要重量发生改变, 金库的水箱就会被触发, 肖恩怎么也想不出破解的办法, 翠花看着接近崩溃的肖恩, 带着他去酒吧放松, 调酒师的液弹引起了肖恩的注意, 他立马回去找了个天平, 然后用液弹进行冷冻, 再放上一杯水, 重量果然没有变化, 大群球迷正围在广场上摇旗呐喊, 今天是世界杯决赛日, 而他们的西班牙国族正向着冠军迈进, 但有一群黑衣人却通过所降进入银行, 他们需要在105分钟之内盗窃银行的地下金库, 众人先在小胖的指引下避过监控和巡逻, 进入通风管道, 一路来到金库的入口, 然后利用梯子一个一个的爬到对面的金库, 但是老瞻爬到一半的时候, 梯子开始冲动, 关键时刻他奋力一跃, 三人有惊无险的来到金库门前, 插入事先准备好的钥匙, 扫描指纹, 金库大门硬生打开, 现在只剩最后一步, 让天平失灵, 光头不停地喷洒着氮气, 但金库的地面却迟迟没有变化,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 就在老卧准备选择放弃的时候, 地面出现了一层白霜, 肖恩第一个走上去, 果然没事, 三人开始寻找金庇, 崔花很快找到了金庇, 但这时老瞻却掏出了枪, 原来他是间谍, 正在三人僵持不下的时候, 夜弹渐渐失去作用, 天平的重量发生了变化, 机关启动, 三个人谁也跑不了了, 大量的水涌入金库, 一属二的潜水高手, 他直接从进水口潜了出去, 剩下肖恩和翠花在苦苦支撑, 眼看水就要灌满, 肖恩的脑子在飞速运转, 既然触发机关是因为重量的变化, 那关掉机关肯定也是, 他马上让光头找东西压住填平, 让金库达到灌满水的重量, 这样机关就会关闭, 光头把所有的氮气罐都放了上去, 最后连自己都坐了上去, 机关终于关闭了, 等金库的水放干, 安保人员并没有发现任何人, 肖恩和翠花已经从通风管道爬了出去, 他们冲进人群, 混在球迷之中, 但很快就被发现, 正当他们无路可逃的时候, 奇迹发生了, 拿造金币的老瞻却发现金币是假的, 原来老卧早就知道老瞻会反水, 他事先准备了三枚假的金币, 让翠花在关键时刻掉了包, 当小胖把金币上的坐标输入电脑, 他们发现巨大的宝藏藏在, 一场新的行动即将开始,